北京时间1月4日,达拉斯小牛官方宣布,球队的中文名正式更名为达拉斯独行侠,改名之后,这支球队将为免冠军勇士逼致了第四节最后一分钟,最终122到125害复,虽然小牛正式成为了过去式,但蕴含在这两个字之中的历史和记忆,却不会随着一次更名被球迷淡忘。 对于中国球迷而言,最早接触到小牛的概念,应该是在上世纪80年代后期,当时,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一些NBA的视频集结,从1994年开始,中国球迷有机会观看NBA比赛的直播,而那时的小牛正处在队史的第二次兴衰轮回。 1980年,加利福尼亚的著名投资商人唐纳德卡特在向NBA缴纳了1200万美元的入伙倍之后,正式组建了达拉斯小牛。 在当时,这是一个大胆的决定,因为比起篮球,当地人更钟爱的运动是载篮球。 在那之前,达拉斯曾经拥有过一支职业篮球队,以及ABA连赛的达拉斯同龄队,但这支球队在达拉斯迟迟打不开市场。 1973年3月,在达拉斯打的最后一场比赛中,同龄队竟然只卖出了134张球票。 1973年的赛季结束后,同龄队搬迁至圣安东尼奥,运更名为马刺。 30年后,有马大战演绎了无数佳话,而这对老冤甲其实是名副其实的老乡,有了同龄队的前车之剑。 唐纳德·卡特在剑队投行式颇为开放,一支刚主线的NBA球队可以从其他球队挑选球员,即所谓的扩张选秀。 当时唐纳德·卡特和他的管理团队没有挑选一些早已成名的老将,比如前NBA得分王绿克巴里,而是大胆启用新人。 在小牛的第一套阵容中,最老的球员也不过在NBA打了三年,小牛此举就是为了让新球队摆脱其他球势的影响,并把造出主有的球星效应。 时至今日,小牛仍保持着自主培养新人的传统,对史上最伟大的几名球员几乎都是自尘自消。 小牛的舰队里面被证明是正确的,折服了三个代季后,他们就在1984年杀进了季后赛。 1988年,仅仅是线队的第八年,小牛就在1981年的壮业马克·阿吉雷的率领下,打出了53胜29负的常规赛战绩,高居西部第四。 季后赛中,小牛更是连斩火箭和绝军,杀定了西部决赛。 西部决赛,面对如日中天的胡人,马克·阿吉雷场均攻下24.7分,成为系列赛的得分王。 但对面毕竟是魔术师约翰逊,天高甲巴尔和眼镜蛇,詹姆斯沃西组建的豪华三巨头。 小牛拼至抢西大战的最后一截,还是遗憾乐待。 达到队时的第一个高峰之后,小牛遇上了大多数球队在一个轮回之中都要面对的篮题,流人。 当时的西部被胡人牢牢统治,小牛领袖马克·阿吉雷新生去意,最终在前后一个赛季就被交易至活塞,塞活塞。 这位小牛的开国人群终于联盟,跟随饭孩子军团拿到了两连冠。 与此同时,小牛陷入了又一轮的低潮。 直到1994年,他们在选秀大会上又谋得一快攻堡,贾飞基德。 在首轮第二顺位被小牛选中后,基德迅速展现出了领袭的转控力,清秀赛季拿下最佳清秀。 第二年就成了小牛队史的首位前明星首发球员,这意味着小牛调动了达拉斯球迷的投票积极性。 即小牛已经在这座城市站稳了脚跟,培养出了健康而广阔的篮球市场。 1997年和1998年,小牛分别跟太阳做了两笔交易。 其一是用基德换来了麦克尔分利,其二是交易来了史蒂夫大石。 随后,他们又在1998年的选秀大会上选中了后来的队史第一人,德克·洛维茨基。 至此,小牛成长为了中国球迷所熟悉的那只小牛,分利加纳什加诺维茨基。 这三家马车组成了第一代中国小牛球迷的巅峰记忆。 得到诺维茨基之后,小牛开始稳固的进步。 与此同时,两件事再次改写了他们的命运轨迹。 2000年1月14日,马克库班花了2亿8千万美元买下小牛。 这位疯狂的老板堪称小牛的头号本司,不仅每场比赛都会在场边为爱将们助威,更是在演员方面舍得花钱。 在他的打造下,小牛于2006年打进总决赛。 第二件事没影响到小牛的战绩,却让这支球队在大洋彼岸的中国圈本。 无数到2001年4月,王志志正式加盟小牛,成为第一位登陆NBA的中国球员。 时至今日,小牛对中国球员仍然青睐有加,他们曾经在意见连队困顿的时候伸出援手。 2017年夏天,他们为冰宴宇航提供了打下季联赛的机会,并且很有可能在本赛季的CBA结束之后签下这位中国新星。 在那之后,中国球迷对小牛的故事都很熟悉了。 2011年级后赛,33岁的诺维茨基打出了巅峰表演,西部决赛打雷霆,他场均封下32.2分,命中率高达55.7%。 首战,诺维茨基24罚全中,全场封下48分,时至今日仍堪称神迹。 总决赛,诺维茨基场均26分,9.7个篮板和两侧助攻,率队4比2击败了三巨头领衔的热火。 拿到队史第一座总冠军,并且当选了总决赛MVP。 2011年,联盟的暴团风潮关心未来,而诺维茨基3和带队拿到总冠军,被视作含迹量极高的一次。 夺冠之后,小牛在1988年夏天遇到的问题重新爆发。 巴利亚和泰森贤的落等决策球员,由于在总决赛度了一层金,身下大涨,纷纷转投他队,随着诺天王的老曼和人才的流失。 小牛开始走向了又一个低潮期,而等到他们度过这段低潮期之后,我们就不能再说,小牛重返巅峰了。 独行侠背负着小牛过去37年的历史,于今天正式走进中国球迷的眼帘。 从女性的角度看,小牛变独行侠无可非议,毕竟原来的翻译确实存在误差,而球队的主人也认为,小牛不能体现球队的精神内核。 但从感性的角度来看,还是会有大批球迷对小牛这个称号恋恋不舍,毕竟这个队名伴随了诺维茨基的几乎整个职业生涯,更伴随了无数球迷的青春岁月。 对于这批老球迷们而言,小牛两个字,意味着太多太多,但诺维茨基加盟之后, 小牛只有四年没打竞技后赛,是从西内马斯之外最坚韧的西部球队,莫为慈基老儿一天,勤勤恳恳,更是不参攻力,多次主动为球队降薪,场上场下,老天王不仅是体操偶像,更是无数球迷的人生采模。 老天王能够从一而终,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报答老板库班的知遇之恩,库班在NBAB老板中算不上最有钱的几位,却一定是最热爱篮球,最愿意将球员视作朋友的老板。 君臣关系被演绎成了知音的故事,小牛之外但无其他,小牛变独行侠,老天王也走到了职业生涯的末尾,但无论如何, 这支球队带给中国球迷的美好剧意,都永远不会被磨灭。